这里呢就是雷街的入口了 这个雷字呢 相信很多网友也是跟我一样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不认识的 就这个 它的上面的是三个田 下面是一个否字 雷街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雷字 和了解一下这个雷街 美食街吧 它的门口的是 有很多的这个石雕的 这是 搞得蛮有创意的哦 还有这边 这里呢就是雷街的总导乱图了 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地方 就这里叫金雷广场 然后呢 我们就从这里走进来 再往这边走就结束了这条美食街呢 就这个呢 金雷广场 雷街呢 它也是合肥这边比较有名的一条美食街嘛 它的覆盖面积呢 是2.2万平方米的 进来这里面之后呢 我发现这里很多店面呢 都是带有这个雷字的 哦 这里的这个建筑搞的这个是 古香古色古典古韵的 然后这里走进去 这里写的是 碧茨街雷街 这上面是什么五什么 什么字来的 我不认识了 不要笑啊 文化第一 因为那些字太复杂了 好 这里是什么 又带有个雷字的 店面的是什么 雷村文化集市 哦 好的蛮有创意的 还有这里 好 这是很多小朋友在玩的这个滑板 那边就是滑板了 蛮有意思的 现在我们到这边呢 是一个小广场 然后这里呢 有个是叫雷街大观还是大观呢 因为那个是多音字 我不知道怎么念了 因为现在天马上黑了 所以人越来越多了 这里有很多的那个店面 看一下 哦这装机好贵哦 这里面进去吃的话估计 两三百一个人了吧 我就不去里面吃了 等一下再看一下 到了这边之后呢 到处都有这个雷字 现在呢 我们不认识它都不行了哦 多看一下就认识了 还有这里雷街大观还是大观呢 这是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念了 因为它是个多音字 哦这还有很多的 这个是这个卡旺卡茶馆 因为呢 安徽它也是戏曲文化的地方嘛 所以这里都是 还原的那个雕像的雕塑 看一下 嗯 黄梅戏的那个人物嘛 这个 好继续往前走 现在到了这边呢 是有两条巷子 这边一条 还有这边一条 那我们呢 就先从这里走进去 走到头之后呢 然后再从那边 慢慢慢慢从这边出来就可以了 行 就从这里走吧 这是一家咖啡馆 诶 在这个古典的房子里面喝咖啡馆呢 真的是蛮有别致的哦 好 哦 这上面搞这个 到晚上不知道这个灯会不会亮起来 这是一家服装店的 写的是水衣服是卖的是 古装服的那里 好 还有这里 哇塞 这个是水晶什么什么的 蛮有特色的 好 哦 这里有家那个 油米酸奶 我们进去买一杯品尝一下吧 这里呢就是价格了 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 是民国时期的那流声机吧 我们听一下 浓浓的民国风啊 这样看着 这是一家日式炭火烧肉酒肠 那是日本料理之类的 那这边呢是巴蜀人家穿菜的这边 现在走到这边来往回看一下 这是一家卤制龙虾 好 不过呢 龙虾我吃不习惯了 我不好意思龙虾 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嘛 所以等下吃点别的就好了 诶 到这里就结束了 等一下呢我们就往回走走 另外一条街 就差不多逛完这里了 因为这里呢 它的面积呢也不大了 这有个这个是什么那个 诶 是什么的 我要进去看一下 这里写了很多了 这个雷字 这字说实话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雷 我真的是 我又长见识了 哈哈 这里呢 也是写着雷街两个大字 那里有很多人拿那个摄像机 不过也是来这里拍照吧 看来这条街的知名度啊 真的是挺高的 在合肥这一边 哦 这里还有这个火车 哦 怎么大人小孩都做了呢 哦 蛮有意思的哦 这个东西 因为地下也是有个小小的轨道嘛 我发现这里面啊 都是奶茶店为主的 这里 这是一些小吃的 没见过 这个 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往那边走 这里的那一建筑呢 都是那种古代的建筑的 所以 嗯 这是我走过这么多个城市的步行街当中 这里就是搞的就是最有特色的一条步行街了 好 又走又走到这个雷街大关 这里呢 这是一家水浒烤肉 那里写的是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然后呢 这边是老蟹龙虾 诶 我发现这里面那小吃也没多少啊 都是那些很高档的店面的 我以为是那种 类似于夜市一样的 那种小吃很多了 没想到没有 难道这里等一下会有人唱戏吗 我看一下这画风很像唱戏的哦 在屏幕里面呢 讲述了就是 雷街这条街呢 他们主要是介绍这里的 哦 我搞错了 原来那些小吃呢 全部都是在这边的 我以为没有了呢 哇 好香啊 这好多的烧烤 这是雷小吃 我们尽力点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 什么腊串啊 什么那些的 啊 这些我就不要吃了 等一下我要吃主食 看一下 生蚝 哇 这些小吃还是蛮多的哦 我还以为没有了呢 我们 再逛一会吧 既然这里有我们逛一会 这是 皮皮虾35一份 海螺39一个哦 这有点小贵 我就不要问了 海螺39一个就有点贵了哦 哇塞 进来面才知道 别有洞天啊 我才发现 我还以为这是外面的那一点点了 没想到 我看一下 有没有哪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就加快脚步看一下了 这还有兔头 那这是兔头怎么卖的呢 兔头这个是我 15 哦 好的 我有点吃不习惯了 那么就看一下啊 兔头我还没吃过 我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等一下再说吧 这里的小吃街呢 都是很大的 所以我就我呢也 也不那么详细的拍了 我就大概的拍下 我就找个地方吃东西了 我看一下这边 还有这边呢都是小吃街的 这是麻辣烫 好 我呢现在来这里买这个昆虫宴 这里有蜈蚣 还有这种蚂蚱什么的 我就买了一串蝎子 跟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蚕蚣 还这边呢还有海马什么之类的很多的 这里有价格的 在这里这个卢州小龙 这里吃个小龙包吧 这个是15块钱 一共有6个一龙 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个呢 是牛肉的这个龙包 好 一共15块钱6个 那我现在开